天安門母親至習近平 中國夢是六四昭雪圖 本欄目是由美國加州奧克蘭市英紀施加贊助播出 地址387號 第九階 奧克蘭市 訂餐電話510-465-1888 六四屠殺遇難者親屬天安門母親群體 第二天安門母親北京天安門母親南屬群體 5月31日向中國國家天安門母親致習近平 中國夢是六四昭雪圖文章來源 法廣於2018年6月1日 這封128人簽署的公開信說 我們的中國夢就是六四慘案得以昭雪 正義得以伸張 六四死難者的128名家屬向習近平發出公開信 據中央社報導 公開信批評北京當局在過去29年來 從沒有人向六四遇難者家屬問候一聲 也沒有人說聲對不起 好像震驚世界的大屠殺從來就沒有發生過 公開信指出 至今已有51名家屬離世 當中有人經不住痛苦自已身亡 不少人寒驅而終 剩下的人都已經是垂暮之年 公開信表示 我們作為六四受難群體 從1995年起 一再呼籲兩會和國家領導人改變態度 勇敢承擔責任何後果 然而 政府當局對我們的呼籲置若網文 公開信強調 六四血案是國家對人民的犯罪 因此必須對六四慘案重新評價 政治問題用法律解決 我們仍然堅持三項訴求 真相 賠償 問責 另據自由亞洲報道 公開信表示 每年的兩會 外國政要訪華籍六四忌日 遇難者的家屬都會被監控 監視居住或被旅遊 天安門母親的公開信表示 這封128人簽署的公開信說 我們的中國夢就是六四慘案得以招雪 正義得以伸張 六四死難者的128名家屬向習近平發出公開信 據中央社報道 公開信批評北京當局在過去29年來 從沒有人向六四遇難者家屬問候一聲 也沒有人說聲對不起 好像震驚世界的大屠殺從來就沒有發生過 公開信指出 至今已有51名家屬離世 當中有人經不住痛苦自已身亡 不少人寒驅而終 剩下的人都已經是垂暮之年 公開信表示 1989年那個不平靜的夏天 北京天安門廣場槍聲及坦克履帶的隆隆聲 打破了所有人的夢想 民眾反觀倒 反腐敗 對民主自由的訴求 竟然換來了一場血雨腥風 公開信說 我們的中國夢就是六四慘案得以招雪 正義得以伸張 我們不忘出新電視劇 堅定信念 繼續在尋求公平正義的道路上前行 我們作為六四受難群體 從1995年起 一再呼籲兩會和國家領導人改變態度 勇敢承擔責任何後果 然而 政府當局對我們的呼籲置若網文 公開信強調 六四血案是國家對人民的犯罪 因此必須對六四慘案重新評價 政治問題用法律解決 我們仍然堅持三項訴求 真相 賠償 問責 另據自由亞洲報道 公開信表示 每年的兩會 外國政要訪華及六四忌日 遇難者的家屬都會被監控 皆是居住或被旅遊 天安門母親的公開信表示 1989年那個不平靜的夏天 北京天安門廣場槍聲及坦克履帶的隆隆聲 打破了所有人的夢想 民眾反觀倒 反腐敗 對民主自由的訴求 竟然換來了一場血與腥風 公開信說 我們的中國夢就是六四慘案得以招雪 正義得以伸張 我們不忘出新電視劇 新電視劇 新電視劇 公開信員 新電視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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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信員 入密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